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在这一季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料到了 本季歌王一定是华晨宇 但整个决赛的进程 还是让人感觉到 有点如梗在喉的 第一轮比赛就先通过了 齐齐的办法定点爆破了 能够给华晨宇 造成威胁的周深和米西亚 这其实就已经相当于 清定了华晨宇是歌王了 所以当最终的结果公布的时候 我想大部分的观众 如果你不是华晨宇粉丝的话 应该都跟我一样 哈浅连连了吧 当然对于摇滚乐迷来说 本场最关心的 显然是新裤子乐队 助阵周深的这一首 不会拜拜的disco 老实说 我对这首歌的表现 是有点失望的 一方面是新裤子被迫营业 另一方面是被牺称为 国服第一辅助的周深 在这首歌里面 也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 先说说周深吧 这一季一开始 周深并不被看好 他的咖位和资历 在首发歌手里面都不算高的 甚至一度成为了节目里面 专门负责念酱油广告的那个角色 这个我觉得 但凡有点心气的歌手 应该都不愿意接这个活吧 更何况还有打酱油的那一层寓意 但周深呢 却贡献了这一季歌手的很多亮点 甚至包括了 他花式打酱油广告的部分 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歌曲 周深也是信手拈来 至于那一首二次元神曲 《达拉崩巴》的演绎啊 更是让他拿下了当场第一 并且呢 几乎肯定这首歌 会成为本季的经典曲目 而周深之前被称为 国服第一辅助 是因为他独特的音色 几乎可以跟任何不同类型的歌手搭配 从当年初出茅庐的 《中国好声音》上面的那一首 《贝加尔湖盼》 到后来的《深入人心》的一系列曲目 甚至去年胡调的《一起乐队吧》上面 都留下了两首相对于节目而言 质量上乘的合作曲目 但虽是如此 周深和《新库子》的这一次合作 却依然得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成绩当然是一方面的 另外一方面是这首歌呀 几乎是完全的泯灭了双方各自的特点 反而变成了有点不伦不类的混搭 作为去年乐队的夏天最大的赢家之一 如今的《新库子》 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 虽然彭磊也好 旁宽也好 其性格和特质都跟娱乐圈有点格格不入 其他的两位成员 哈雅兔大约有一半的时间 是被旅行团的鼓手徐彪代替代 赵梦大概算是最正常的那一位吧 但是很多时候在综艺节目里 彭磊的性格与主流娱乐圈的反差 反而成了他们娱乐性的根源 虽然大部分的时候 彭磊在舞台上面都是一副社交中年的模样 但偶尔的两次临近叛道的发言 反而让他们吸粉了 这一点上乐队的夏天的节目组就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显然《新库子乐队》并不太适应歌手的舞台 在这里表演唱功是个入场卷 而彭磊则可能是翻墙进来的 当在之前只闻其名的大众听到他糟糕的演唱水准的时候 应该会产生一种盛名之下 其实难复的失望情绪 而更要命的是 这首混搭曲目《不会拜拜的disco》 由《新库子》写的两首歌《拜拜disco》 和《别再问我什么是disco》来拼成的 热闹有余难度不足 或许如此选取的目的 本来就是为了烘托决赛的热闹气氛 但确实它也严重的压缩了周深的发挥空间 而饱满的合成气音色铺开之后 让人已经很难再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上面了 你不能说周深和新库子 没有对这首歌的人生进行一定的分工和改造 但事实上最终的结果就是 哪怕他们唱出了两个声部 但在压制一切的合成气面前 不加人生效果气得主唱 只能够起到尬舞的主要功效了 或许一开始 双方把合作的方向放在了新库子后期的歌曲 比方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或者生活因你而火热上面的话 至少能吼出两个高音是吧 也许最终的效果会好一点 但不管是来自于节目组的压力 还是出于更加热闹的考虑 我们最后看到的一首disco主题的混搭 所以究竟为什么连周深这个国服第一服务 都带不动新裤子呢 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格路了 新裤子出现在歌手的舞台 就好像是一个桥牌高手被带着来打斗他 或许他们鼠标都用不利索呢 而新裤子身上最打动人的那一股吐气 那种城乡结合不青年式的痛苦激昂和冲动 也确实并非是这个舞台的观众所欣赏的品质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至少呢他们玩的挺开心的 而即使新裤子的歌更加适合出现在土味小视频的配乐里面 而不是歌手这样的舞台上 那我也觉得也挺好的 毕竟呢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踏上独立音乐的进去 对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